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换换口味啊,看一个三层的一户建 很多人都会觉得日本的一户建很憋屈很小啊 其实呢,这个和国情有关 中国,日本都是人口大国 而这其中,大部分的年轻人更是会涌入到东京大阪这样的头部一线城市工作 尤其是在东京,能够去盖一个欧美那样的大别墅,自带游泳池什么的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日本基本都是私产 国内这种集中化万丈比高楼平利器的方式不太适用于日本国情 那成本可太高了 所以呢,日本的有钱人很多反而是住公寓的 一户建更适用于很多普通的日本家庭 今天看的房子呢,是新盖城的 位于东京23区的葛市区 葛市区的地价和租赁费都相对便宜 与繁华的都心武区相比,是一个务实又充满人情味的地区 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距离京城本县的酷切川普原步行只要5分钟 作为一户建来说,地段还是不错的 房屋一共有3层 土地面积为75.32平米 3层的纯使用面积在96.46平米 售价为4380万日元 折合软微币283万 为了能让新来的朋友看懂,我还是要继续啰嗦一下 这个房子没有空谈,装修全包,并且土地永久属于自己 好了,到了这里,先给我点个赞吧 然后我们继续看房 今天呢,我们从外面开始看这个一户建 右边的空间是它的车库 正常情况下,小型一户建的车库都会设置在门口旁边或者前方的空地上 如果你对日本常用私家车关注比较多 你会意识到这个车库还是比较宽敞的 因为日本的小型车比较流行 旁边的墙壁上有车库的灯光控制开关 这个装置是油箱 上方有放名牌的地方 门上有门铃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进门是个长走廊 先看玄关这边的一排 这是一组整体收纳装置 由三个柜子组合而成 中间还带一个小窗户 左边是一个很高的鞋柜 上面可以放帽子雨衣 底下也可以放鞋子 鞋柜上方置物 顺着走廊继续往里走 走廊的右手边是一个内嵌式的储物柜 可以放置一些打扫工具或者纸箱行李等物件 再往里走 打开左手边的门是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不大 但功能齐全 上方可以除臭烘干 还是明卫 卫生间出来对面是一个相对宽大的客室 两面都有窗户 虽然灯光还没有安装 但我们可以看到采光还是不错的 客卧出来外面有一个小院子 平时主人可以在里面种一点花花草草 客卧的另一面是一个四扇门的储物柜 也可以装一些平时用不到的东西 打开最里面的房间是灌洗室和浴室 洗手台底下可以储物 水龙头也可以抽出 左侧按钮控制下水 上方有镜前灯开关 打开镜子 后方也可以储物 旁边的空间是洗衣机专用的 水管已经系好了 还带了一个小窗户 这个小黄便签是提醒购房者之后 要登陆这个网站处理一些售后业务 这个面板就是浴室功能设置版了 再进浴室来看一下 右侧白色凸起的地面用作淋浴便于清洁 左边是浴缸 这个浴室也是带窗的 浴缸带一个座面 老人和小孩也可以很方便的泡鱼 窗户和挡板上面就是晾衣服的地方 顶上有烘干机 浴缸前面是热水设置面板 这个装置是各自控制浴缸和淋浴的旋钮 看完浴室我们再去二楼看一下 楼梯门口有一个烟雾暴紧器 墙面全部都贴了塑清的墙纸 侧面装着楼梯扶手 地面也都是亮白色的 感觉很清爽 一进二楼一入眼帘的首先是个小客厅 客厅的侧边有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个客厅的面积在东京一户间来说不算小了 客厅过来旁边有一个侧门 这个门打开是另外一个卫生间 这个房间是两位的 再去阳台看一下 阳台比较长 还设置了晾衣杆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晾衣服 我们再去厨房看一下 侧墙有热水装置和通话器 厨房两侧分别有窗户 这个厨房很宽 操作空间也比较大 水龙头有进水和原水切换 还可以抽出 清洁范围大大增加 下水部分有两层可拆卸滤网 都是可以轻松打理的 有朋友问过我进水原水的区别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装在进水中的过滤器 可以除味 当然两种方式下 水都是可以指引的 橱柜的存储量也很高 没有洗碗机 上方是抽油烟机 这些都是全新配套好的 旁边有一个半遮挡的小空间 可以放一些置物架 存放食品等 好 看完二楼 我们再去三楼看看 三楼就是卧室的空间了 这个小卧室两面都有窗户 侧边带一个四扇门的储物柜 小卧室也有一个阳台 这个角度看出去 风光不错 我们再去对面的主卧看一下 主卧就比较大了 侧边的墙 也有一个储物空间 打开主卧的阳台推拉门 这边的景色更好 东京的晴天非常的美丽 有没有感觉很像画中的世界呢 今天的一户件就看完了 空间使用效率还是很高的 窗户比较多 采光不错 虽然不大 但非常的实用 未来的几期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更新一些 一户件的物件 欢迎对我持续关注 感受美好的日系家居 感谢观看 新闻